竖口的设计搭配麻花的纹理温婉而简约 这款鞋胯包是双雪冬帽的孪生之物 带雪融化后春风秋月时我们结伴同行 首先锁编起针 第一步编织包身主体的部分 开始的这一端留出长一点的线段 作为缝合用 然后编织70个锁针 锁针完成之后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针 在锁针的背面 条里扇了一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中长针 后面按顺序编织 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编织一个中长针 一共69个针目 第一排结束 后面锁一针 翻转织物 我们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 进行编织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中长针 一共编织69个中长针 第二排结束 后面继续锁一针 翻转织物 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 同样编织69个中长针 后面继续这样往返编织 一直勾到第二十二排即可 第二十二排结束 最后断线 留出线段作为缝合用 接下来我们将织片对折 然后将两个侧边缝合固定 挑针目上方的两根线 利用卷针的方式进行拼接 侧边的位置缝合完毕 接着编织两条锁针链 作为抽绳的部分 下面我们将绳子穿到主体上 接下来我们将绳子穿到主体上 绳子穿好之后 这样完成一个极简术口袋 没有装饰的情况下 可以当作收纳袋使用 加上装饰会更有特色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麻花辫的部分 首先锁边起针 然后编织九个锁针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针 在背面的里山上挑一根线 将线勾出 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勾一次线 一共重复八次 现在勾针上一共有九根线 后面开始退针编织 首先在第一个线圈上 引拔一针 接着两根线并一针重复八次 第一排结束 后面继续编织第二排 将勾针油织物的正面 穿过这两根线中间的位置 然后将线勾出 我们按顺序在每一针上 各勾一次线 一共重复八次 后面开始退针 首先在第一个线圈上 引拔一针 接着两根线并一针重复八次 第二排结束 第三排继续重复编织 将勾针穿过两根线中间的位置 将线勾出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勾一次线 一共重复八次 后面开始退针 在第一个线圈上引拔一针 接着两根线并一针重复八次 第三排结束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一直勾到第八十排即可 这里我们一共需要勾置四条相等的纸带 接下来我们将末端的位置拼接固定 在第四个纸带上继续编织 首先锁一针 然后按顺序编织四个短针 四针结束 拼接第二个纸带 剩余的四个针目 与第二个纸带重叠 再次编织四个短针 四针结束 拼接第三个纸带 将剩余的四个针目与第三个纸带重叠 同样编织四个短针 第四个纸带按照同样的方法拼接 四个纸带拼接完毕 这样一共勾织二十个短针 接着编织第二排 首先锁一针 翻转织物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勾织二十个短针 第二排结束 后面锁一针 翻转织物 同样按顺序编织二十个短针 后面继续往返编织 一直勾到第九排即可 第九排短针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麻花辫的部分 麻花辫编织完毕 另外一端按照相同的方法拼接 对应前面的这九排短针 继续编织九排花样 第九排短针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织物对折 然后将两个顶端位置缝合固定 同样利用卷针的方式进行拼接 麻花辫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它固定到主体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花辫固定好之后 下面我们开始编织包带的部分 首先锁编起针 然后编织两个锁针 在第一个锁针上挑一根线 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锁针上挑下方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挑织物下方的这两根线 同样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继织 挑织物下方的两根线 编织短针 一直勾到需要的长度即可 包带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将它固定到包身上 包带固定好之后 我们这一款特色编织包就完成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